香港的女士经常大排长龙 除了是因为女性去厕所 没有男性那么方便之外 还因为女性的生理结构 是特别难忍的 女性的尿道一般比男士短同值 而且男士有除了尿道活跃肌之外 还有前列腺、膀胱 可以帮忙忍住小便 所以女性就那么难忍了 不止男人 香港50岁以上的女性 平均每三位 女性就有一位有尿肾的问题 尿肾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瑜伽里面有动作可以帮助 和改善这个问题 以下两组动作 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己做 第一组动作 首先躺下、曲塞 脚掌贴地 手放在小腹位置 然后慢慢收紧回音 保持呼吸 做了五个呼吸后 慢慢放松回音 第二组动作 同样躺下 曲塞 脚掌贴地 双腿中间夹着瑜伽砖 双手贴地 接着吸气 慢慢升高臀部 收紧回音 保持顺顺呼吸 做了五个呼吸后 慢慢放松臀部 这两组动作 可以重复各做五至八次 持肢以恒 可以帮助预防 和改善尿心 全方位去面对 那就OK了 看更多TVB精彩节目 欢迎询问各电视平台 订购一位 1877-893-8888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my name is Teresa and I'm a PhD in sports science and I'm very passionate about this industry and helping people to achieve their full potential.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ur new rollout class. In the rollout class, we are using the foam rollers to massage over your muscle, aka self-myofascial release. Basically, you're giving yourself deep tissue massage. By rolling over various parts of your body, you will release the trigger points and the scar tissue and that will help you to speed up the healing and recovery process after your workouts. Foam rolling also improves blood circulation in your muscles and creates better mobility. Our bodies learn to compensate for everything we throw at them every day, whether it's full posture, sedentary lifestyle, or heavy workouts. Foam rolling will help you to get back on track, achieve your potential, and make you feel instantly better. This class is intended for everyone, from beginners, to heavy workout lovers, runners, or people with back and neck problems. So do come and join us and feel the difference for yourself. This is the next class, it was our first class. Let's hope to see you guys. We'll be right back. Let's hope to see you guys now.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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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终于很久没运动了 怎么样 新的 新的 怎么样 对啊 好久没运动 好痛 那你就要常运动 除了它很舒服 我都说这运动不错吧 对 下次再来吧 好 那今天除了带你们来做运动以外 其实我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 猜到她是谁吗 猜不到 那我们马上邀请她出来 就是我们的Gavin老师 Gavin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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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时要跟我们一起做运动 叫到我就来 但是已经一年没有人叫我来练习 那我们下一次记得要叫她一起来 那今天叫你来呢 的目的不是叫你来做运动的 就是我想要搬家 就是搬去condo 就是住了很多年 然后再加上可能小孩长大了以后 我觉得我想要给小孩一些安装 一些比较有安全的东西 所以我想搬去condo 这样子很好 我也是从Landa搬去condo 自从我搬去condo了以后 我儿子很喜欢每天都可以下去 那边 然后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非常开心 我儿子没住过condo 但是保持住不是很贵吗 其实这样子比较起来的话 我觉得Landert的保持住 会更高 因为如果我要按一个游泳池 在我的家的话 那每个月都应该会超过三四百块吧 那除了这一点以外 你还要就是有时候 你有一个公园 你需要有时候要有一些保持住 算起来其实我觉得Landert会更高 是很多人想不开 给不起那几百块 但是要拥有全世界的东西 其实我有做一些功课 因为我最近到了那个APP 叫做Puberty Guru 我就是想问一下 Gavin老师 如果你觉得买房地产 应该是要买 已经是建好的 还是将来会建好的 哪一个会比较好的 我们主要是看其实有一些时候 就是还没盖好的那个市场 那个价格低的时候 二手房的有时价格高了 所以在市区再改变做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新的房子 就是齐房 很多都在竞争 所以现在其实价钱还蛮挑战性的 就是还是一个进场的时候的 那其实我就是在Puberty Guru那边看到 最近有很多这些新的房子 那这些地点都是接近在我的家的交通方便 我选的都是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有交通 然后有的吃东西 或者是有学校在附近 我觉得这些地点应该以后都会涨价 对不对 对 其实M蛮不错的 就是买给自己住的话 每一间房子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它都是当做一项投资 所以不但想到自己 也想到整个其他人的需要 就是有多的好处 对于这个房子的增值就是加分 对 因为我原本就是在想 如果适合的话当然是自己住 但是不适合的话 就可能当做是一个投资这样 对 特别是很多人买 是在这个建筑制中的齐房嘛 那三年之后盖好的时候 还不知道是不适合你 所以一定要考虑到他的市场 他投资的潜能还有他的回酬 还有Gavin老师我想问你 就是发展商现在有很多 那发展商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 是重不重要的呢 其实这样子的就是发展商 我们时常讲的是一个品牌 那品牌的后面 除了这个投资的增值和这个回酬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数字 那怎么说呢 其实对于分层地区来说 发展商扮演的角色还蛮重要的 那么一般上呢 特别是上千个单位的 如果这个发展商有参与到 这个管理层的建设和开始的操作的话 对于整个这个工艺的这个业主 投资者都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对 因为我发现到有一些公园呢 就是一建好了之后 因为管理层那边做得不好 对 然后整个公园就变成很脏 然后价钱也会往下 那有一些真的是越做越好 十年以后呢 那个价值还是很棒的 对 因为基本上这个 这个我们在住公寓的时候 都有给一个叫做 寻思训室 那么基本上这一些 每一个人出一点钱 可以把那个公寓翻新得更好 不像个人住一间房子 如果要整间房子要混刷了什么的 都要自己出钱出到完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管理层 带来给一个叫做分层地区的 这种就比如说公寓的 是一个很大的好处的 那Gavin老师其实我想要找一些 就是比较有影视 然后低单位的一些公寓 那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低单位的一些公寓 都会比较有影视吧 对不对 那比较重要的其实是 整个公寓的这个设计 就是它的一些设计 是其实决定了你这个活动的空间 还有你的影视权的 所以到时你在研究这一块的话 是比较注重在它的这个设计 那Gavin老师你可以介绍我们一些 就是好的设计的这个公寓吗 这样子好的 我改天介绍几个好的终结 带你去看看 谢谢Gavin老师 房地产百万富翁就是你 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半 就在ESRO AEC